嗨 摄影界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Paul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来谈的是 APS-C的镜头就是我手上这里 这是Sigma的 90mm 2.8 他这个APS-C的镜头把它弄成full frame的镜头 那么我们视效果是如何呢 前个时候我有看过一些视频就是说 他把这个APS-C的镜头把它弄成full frame 可是他教的方法呢是说 他把到这个后蛋板 就是属于这个镜头的 我把它放回去 所以他的后蛋板就在这边 所以他怎么拆呢 只是把这个螺丝 他身边 这上边 这边有三个螺丝 把它拆出来 很轻微的 就拉出来了 很容易就拿出来了 所以他变成一个full frame的镜头 所以当时我把这个后蛋板 拉出来的时候呢拿出来的时候 我就做一些示范 那么我看了一些 他 不说真正full frame 因为 他的尾端呢 他的四个corner 有那种有一点黑影 就是他 他旁边这个圆圈呢 他一定 影响到 所以他旁边有一点黑影 那么我 研究了一个时候 我认为 之后有两个方法 就是我认为是最好的 就是这个两个方法 看你要用哪个方法 那么我为了这个视频呢 因为我看人家 看人家做 这个方法好像蛮不错啊 所以我就在想看 能解决人家的问题 因为 这些视频他并没有教得很清楚 他没有讲解太清楚 他只说他只能拿这个后担板出来 变成full frame 可是我就在想 效果是怎么样的 效果是如何呢 嗯我就说在那几个页里面 我就一直在视 我看那个方法 那么 我就在想 他还是要做一些 groping啊 还是 就是 就是要有一些 解决的方法 因为他 他还不说很完美 所以我为了这个视频呢 我特别跑去买 这里 Sigma的镜头 因为 我要看那个效果怎么样 我有一点好奇心 那么 那么 我也送 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视频我帮忙一些人说 他有这个APS-C的镜头 他 没有去用它 就是 他不再用它了 因为他是APS-C的镜头 因为如果他我们放 我们 放在这个 Full frame的镜头 Full frame的相机里面呢 当我们用这个APS-C的镜头的时候 他自动的把它 crop掉 就是把它变成APS-C的 sensor 所以 好像我这里的镜头 这个相机的是 Sony A7 就是 24microbasis 如果他是 cropped下来的时候 他变成 10microbasis 所以很多人他不要怎么做 因为 他真的跟他crop 他的 microbasis 已经减少了 所以很少人去用这个 APS-C的镜头 在这个Full frame 不划算嘛 对不对 因为他变成 他的microbasis 变少了 所以 他现在这个方法 我就来试 说 其实他有 这个方法是也是蛮不错的 就是说现在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好像说 你有很多这个 APS-C的镜头 就是Lying around 就是你没有去再次用他了 可是你在这么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之后呢 你可以这些APS-C的镜头 可以把它用回 那么他也就不会浪费这个镜头 他不会Lying around 另一方面 他的microbasis也不会减少 好啦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就来拍几张照片 那么我们就来说 来看一下 那么我就跟你们讲要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 白色的墙壁呢 去拍一些照片 那么我们看一下用这个 我拿掉这个 后单板呢 那么 效果是怎么样了 嗯 嗯 现在我所用的是那个 RAW OK 所有这些RAW的方法 他只能去电脑那边 去do some cropping 现在我们要的是说 我们拍之后效果是怎么样 这样 在第1个做法呢是 我们用RAW来拍 所以你们所看到我们 我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是 我正在用RAW 所以你可以看到4个角度都有黑影 那么 记得的一样东西是你的光圈越大 他的黑影越少 就是说 你现在所看到的我4个角度啊都有黑影 可是我的光圈快在2.8 说他黑影没有这么明显 所以让我们拍一张 那么我们的 现在第2张照片我们就把它调整 5.6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黑影更加深 就是他 比较深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黑影更加深 所以你crop的时候你会crop的比较精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张照片呢是RAW 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 三四个角度都有黑影 所以让我们去做 cropping 就是去edit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cropping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cropping 我给他5 5,000 OK 他被crop起来了 OK 他比较完美了 他比较美 所以我们去储存 我们save 那么我们去我们自己的 我们看那个 file information OK 他还是一样是 24 micropaces 他没有减少 好 so 现在我们用的是 jpeg so ok 我们现在做第2个方法 就是用 jpeg 所以我们设定在jpeg OK 那么 我们去到设定 来到第3个 那么 我们就来这个 clean image zoom OK 所以我们就去这个 另一个做法呢是我们去这个 Cosome key setting Cosome key setting 我们就去 因为我的设定是在这个C1的button 所以我们去 我去去C1的button 我把它设定在zoom 所以 一定把它设定好了 因为现在我的 设定是在这个 C1这边 所以我现在按这个C1 他有这个影像就是 他是 Time多少就是跟他zoom进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zoom 所以现在我用的是 Time 1.2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他旁边还有一点黑影 只是说没有这么明显 那么我们做法也是一样 就说我第一张呢我们就把它开成 2.8 开成2.8那么 我们设定就 如果我们把它一样是把它设定在 5.6呢 嗯我你可以看到他旁边还有点黑影 这是我认为2.8是最好的就是你的光圈越大也好 把你要用完这个做法的时候你要记得一样东西是你的光圈 越大 他旁你用的地方也多就是他的黑影没有怎么讲 说还有最主要的是说你要你要注意到你在crop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中间的这个四方格呢 他的副歌星只能站在那边 说他的副歌星有点问题 这视频呢就到这边为止 这视频就到这边为止 这个APS-C的镜头呢把它弄成full frame 有有这些APS-C的镜头呢 可以把它用回 而不会说把它打在冷空 那么 在另一方面呢你也不要去学我特别去买这个镜头 因为我这个镜头我是特别买来因为为了这个视频 因为我要知道 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呢 就给个thumbs up 谢谢